到嬌嬌女士沒有辦法跟她來當朋友 我覺得有點扯 就是真的可能 扁嘴點點頭 正式和黃子嬌二十多年的友誼 再也無法繼續下去 黃子嬌持有未成年不雅影片 風波在演藝圈越燒越大 不過楊千佩二月份才在黃子嬌道歉文底下 留言說嬌哥快回來 如今卻跟著連署修法 被說是情感逆轉 我覺得真的不能說是逆轉 就是說我也有看到說 大家寫說什麼轉風向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的狀態 我所有的資訊更新 都是跟著媒體朋友們 就是我相信大家一定 也對於很多事情的進展 每一天的進展也都覺得 就是蠻吃驚的 尤其當了媽媽之後 楊千佩更關注兒少議題 才會加入連署 對於黃子嬌的行為 更是氣氛表示零容忍 你說生不生氣 看到這個狀況 你去帶到很多的這些情境題 你當然會覺得很不舒服 很不自在 所以才會說為什麼要加一 同樣當了媽媽的吳山儒 多次和黃子嬌同台合作 甚至一起拿過金鐘獎 聽聞黃子嬌醜聞連環報 吳山儒說她也是跟大家一樣 新聞爆出來才知道 其實我有沒有去發一篇文 可能不一定能夠帶動什麼 但是我想大家對於現在的這個社會風氣 還有這樣子的事件的關注度 有拉起來 我覺得對於任何的犯罪跟罪犯 我都是不認同的 會不會像隨唐一樣 不再和黃子嬌一起工作 吳山儒話說得保守 也強調和她沒有私交 只是在檯面上交手過的人 私下卻是不同的樣貌 讓吳山儒坦言 情緒一時消化不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